缓和一下两岸之间的紧张 事实上这还是有它的价值 你认为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在这里面 不然的话你不用坚持说 在这个时候会被骂 请亲中舔中 然后还想要去 对国民党来讲是百害无利 江主席一开始会想说 跟王金平王院长都会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去 其实还是大家公道一点 还是要有一点 难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吗 我不认为 包括王金平王院长或江启臣 江启臣那边也没生意 他也不是台商 OK他是公职人员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两岸这么紧张的时候 国民党作为一个在党 也是台湾的主要政党 如果说国民党有办法 再透过这样子的 互视一点点善意的这种海峡论坛 反核一下两岸之间的紧张 事实上这还是有它的价值 你认为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在这里面 不然的话你不用坚持说 在这个时候会被骂 请亲中舔中 然后还想要去 对国民党来讲是百害无利 当时这样子的动机说 这么紧张 然后剑拔奴章 真的是叫剑拔奴章 现在的两岸 如果能够缓和一点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还是要讲 那时候我们内部讨论 我说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突破 我刚刚讲 第二个 对等尊严要顾得住 如果这个顾不住 一定会再被修理 就是说你好像 又要去卑躬屈膝 一直在被讲 所以当时这样子讨论 我想完全把它还原出来 整个事情的过程 那我们要该检讨的 国民党该检讨的 比如说主流民意 反没有办法成为党内的主要声音 然后另外决策的过程 有需要去改善 当认为说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也认同了 但是决策过程 确实是比较慢 这个都需要我们将来来检讨 第一个那国民党有一点矛盾 如果海峡论坛说没有那么高度的政治性 那你怎么可能可以去谈到所谓两岸和平 降低军事互相威胁的压力呢 因为论坛的属性就有问题 很多生意人都在啊 那浪场能谈什么 第二个谈得到吗 就是说你国民党自己要去判断 今天海峡的军事威胁恐吓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是台湾的错 是台湾的挑衅 还是说这根本就是国际局势上 我刚提过了 这美中两国大对抗 其中所产生的一部分 再来民众支持吗 台湾人民信赖你吗 你国民党去可以谈出什么 有民主授权这个概念吗 你真的去香港人家讲解 中国飞机就不来吗 这个几乎是不可能达成 中国国如果要再挑一个政治舞台 就选错了 算不错 两岸现在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时期 就算你有再高的理想 但现在两岸不是台湾的单面问题 甚至还包括中国内部 共产党的内政问题等等 这个其实是个错综复杂 如果你在当台湾的国会议长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做到 你现在下野 你认为以政治现实来讲的话 共产党能给你多大的空间